再来看到驾驶好心让行 却碰上了死亡车祸变成被告 去年8月新竹一名货车司机 右转前先减速离让后方执行的骑士 结果对方自撞电杆 弹向货车后滑行30公尺伤重不治 家属提告业务过失致死 不过检调审阅了监视器画面 认为骑士是间接撞击货车 加上司机也很难预防发生意外 不起诉处分 经过了9个月的煎熬 司机也说终于还他清白 骑士高速行驶 下一秒把电杆撞歪 弹向货车喷飞快30公尺 离田后伤重不治 仔细看事发现蓝色货车 减速放慢 私者家主指控就是这个原因 才导致事故一状告上法院 自己降了电杆拉电 再降电杆 我在叫后镜看了他骑超快 我所以让停下来让他过 好心里让反而成了冤大头 货车司机右转前决定放慢 等骑士经过 想不到尽突发意外 插点背上业务过失致死 好在检调看过监视器画面 认为事实与公辞符合 货车停等后 骑士先自撞电杆拉线 才弹向货车油箱 再一路滑行 而且货车没有撞击痕机 或者机车的油漆 电杆拉线上有严重的撞痕 所以证明机车是进阶撞到货车油箱 这样的情况下司机难以预防意外发生 加上老翁都是正常行驶 最后给予不起诉处分 对 我被无辜啊 还我清白啊 今好九个月老翁直呼 总算能松一口气 也再三感谢司法还他清白 记者徐志谦形如报导